小树童厨房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Yummy Yummy 马铃薯起司煎饼 那你好 余安你会做的菜 这个是你的拿手菜吗 算是吧 这是我最喜欢吃 也最喜欢做的一道菜 因为它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点心 而且跟外面买的薯条比起来 它可以让你自己吃健康又安心 那这道菜需要准备什么样的食材呢 很简单就这几样而已 首先要先一颗中型的马铃薯 那这里是已经先消豪皮了 然后也可以有起司 然后要按照自己喜好 可以添加或减少 那我很喜欢起司 所以这里差不多有40克左右 然后盐巴 奶油跟鸡蛋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的小树童厨房 正式开张了 快点开始做吧 你可以帮我拿这个吗 谢谢 首先我们要先把马铃薯爆丝 那要注意 要抓紧 那令你学做菜学多久了 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因为我之前是很喜欢烹饪 但是因为太小了 所以还不能足当一面 就只能在妈妈旁边帮忙洗菜 切菜 然后当我正式可以自己做出一道菜的时候 差不多是五年级 所以有三年级 好 好 撕之后就把它倒到碗里面 这样才方便待会一起加料 然后搅拌 好 再把我们的起司加进去 就一次全部加进去就好 起司是要有没有要特别选哪一种 我个人喜欢马铃薯爆丝 所以我就会选择马铃薯爆丝 但这里面有一点 辣椒鸡 所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加 帮我打个蛋好不好 好 哈哈哈 泡泡把它打 小心那个蛋壳 没关系 反正待会都是要搅碎的 好 好 然后盐巴 先加这样一点就好 谢谢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来搅拌 都糊糊的感觉就OK了 OK 那我们现在先热锅 免得 那先调成中火左右 让锅子热得比较快一点 然后把我们的奶油加下去 好酷哦 就会滑滑的 就在流浮 一起 现在我们把它加下去 好 加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 把它全部倒在中间 然后待会再来塑形 好 把它铺平 可以用这支吗 可以 但是要用压的 要用压的 这样子 对 要交给你 我好怕 没事 它这样不会溅起来 中间你就这样压平 然后把它塑成一个圆形 待会吃起来会比较好看 现在就等它煎完一面 对 好香哦 真的 就有那种起司浓郁的香味 就出来了 要不要把那个油 倒下来一点 对 差不多 好 好 这样就放好了 对不起 你看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 它这样子有花纹的感觉 也很美 它好像边缘有点焦焦的 对 差不多现在应该就可以了 那就把它拿起来 好了 完成 结束 那我们就完成了 等一下就准备试吃 先把马铃薯去皮 刨丝加入蛋 起司 盐 拌匀成面糊 再用奶油 小火慢慢地煎 面糊煎到两面 都呈现金黄色 就是一道成功的 Yummy yummy 马铃薯起司煎饼 一学就上手 你也来试试看吧 那我们可以开始试吃了吗 先等一下 我要考你一个问题 就是起司蛋糕 现在人人都爱吃 但你知道它是哪个国家的人 发明的吗 起司跟着瑞典吗 瑞士瑞典 不是 它其实是希腊人先发明的 希腊人把它做成乳酪蛋糕之后 再由罗马帝国的盛大之后 把它带到全部欧洲才流行开来的 都说吃起司可以补钙 那是因为起司浓缩了整个牛乳的营养 但是市售起司如果是再制的 里面添加了磷酸盐 反而会阻碍肠胃里盖的吸收 所以小书童提醒你 购买的时候要认明天然的起司 对身体一定要好 好吃 这就是为什么喜欢莫斯瑞典的起司 是它有那种浓郁的奶香 而且它口感滑润 它有一点点就是颗粒的感觉 因为刚刚没有切的就是完全 所以咬起来很有嚼劲 对 然后它马铃薯丝其实也吃得到 好吃 那我们就谢谢娜莉带来这道 yummy yummy马铃薯起司煎饼 动手做蔬食 美味又健康 小树童厨房 我们下次见 拜拜